没有想到12月底 要下定这个价格 竟然是从18000元 飙到了26000块 惊人的涨幅 让他真的是无法接受 因为这一差就是8000块钱了 另外还有网友 Po文分享说 跨年当天 某家商旅双人房 从原价的2500块 直接涨到9600 涨幅超过了4倍 也让他直呼太夸张 不少人就留言说 同样的价格 由日本韩国韩更划算 跨年房价到底涨得多离谱 民众秀出订房网站画面 台北一间十人市井高楼公寓 原本12月中旬 一晚大约18000多元 没想到12月底要确认订房 已经涨到26000多元 足足8000块的涨幅 让他很傻眼 原定一选好友 要从中南部北上相聚 如今计划全都泡汤 可能跟朋友一起吃饭 或是唱歌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看很多网站 他们就是真的标蛮多的 可以涨但是忽然调动太快 觉得有点无法接受 超过四成的涨幅 让不少民众直摇头 但更夸张的还在后头 有网友破文分享 问到一间商旅双人房 原本一晚2500元 但到了跨年夜 直接喊到9600元 逼近四倍的涨幅 让他忍不住讽刺 说国旅总不让人失望 国旅品质 已卵基石 涨到拟结石 还有网友直言出国更划算 有人分享住东京饭店 一晚才4000元 也有人说韩国机家酒 六天韩跨年也才13000元 至于疫情前超过九成 都是国外观光客的旅宿集团 业者也分析 民众会对房价涨幅有感 可能是疫情期间降太多 结封后 业者定价策略 渐渐恢复疫情前的水准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这里是越宁凡 台北裁缝波特 如果是越宁凡